Coco早餐 Coco's Chat Room 好 双北市的违法住宅现行记 你现在是住在大直美丽华商圈吗 要小心咯 政府公权里现在开始展开行动 会不会是雷声大雨点小咧 听一下杂志的记者 特别气话的撰稿人 刘光莹在我们的线上 光莹早 客户姐早 我看你们这个报道是 你是一开始是以买房子的买主的身份 来调查采访的是不是 其实我们在三个月的期间 走访了包括像台北市还有新北市 甚至是桃园的预售屋的现场 然后就去就是看屋的过程 然后在当中我们其实很讶异的发现说 有些案子它是明讲的说 我就是工业用地 或者是这个是怎么样 可能做办公区 但是房仲人就会私下的跟你讲说 但是你看政府他绝对不敢抓 因为我们这边 比如说像梅丽华那边 三四百户加起来这么多 然后每一户都一两亿 你觉得他敢抓吗 所以其实我们是很讶异听到这样的话的 可是卖房子跟房仲业有关 跟建筑业有关的事在采访起来 有这个利益的压力 有势力的压力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们胆子好大 你们做这个双北的违规住宅 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其实中间真的是困难 困难 有哪些区块 除了美丽华的大直的商圈 还有内湖五七重化区 是 对那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实现focus台北市和新北市 那其实最一定我们注意的 就是美丽华和内湖五七 不过其实我们后来很讶异发现 其实最大宗是新北市 那在我们的文章里面有完整的报道 比如说像在中和就还蛮多的 就是在以前有很多工业区的地方 包括中和新庄三重还有泰山 那我们报道的部分其实是针对 就是比如说像内湖五七那边是 因为台北市的建管处已经有三次 可能还会有第四次的开发 所以我们是针对这些比较明确的例子来做 但就是其实可能还是全台湾都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就是他土地跟盖出来的房子是违法的 对不对 用地跟住宅不同 可是他当成豪宅来卖 那你刚刚讲的这个美丽华那个地方 台北市政府已经开始开发了吗 那可是业者不是说谁敢拆呀 就这么多人三四百户 那张金鹅这个副市长有接受你们访问 他是怎么说的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如果说真的深入去看 它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可以讲说是历史工业的一个问题 大概四十几年前 因为台湾那时候其实甚至还鼓励客厅级工厂 那时候其实是鼓励住商混合的 可是在都市发展的过程中 台北尤其是台北市 我们有都是针对商业区工业区住宅区有比较清楚的划分 那在台北市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会比较希望说商业应该要商业的发展 比如说像信义计划区 它也是花了二三十年才发展起来 那我觉得监管处的那个张处长就说的很好 他说如果那时候就变调拿去盖豪宅的话 那我们今天不就没有台北101 就没有信义计划区了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问题 那张市长的话 其实他也跟我们谈了 不好意思张副市长 他跟我们谈了非常的多 就是说台北市其实会继续的 他们是要完整的 是会连续罚的 连续罚是什么用啊 在美丽华那边其实也有一个案子是已经开罚的 就是比照内户武器这个法案 所以现在买房子的人要注意到 就是说你们所报道的这些违规的住宅 其中还有违规的豪宅 多半都是违规豪宅嘛 对不对 那在买房子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了 对就是其实真的消费者必须要张大眼睛 因为我们在发现说 这些真的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一件事情 那其实最可恶的是建商他可能以比较低的成本 买进土地 那个地 然后如果是在商业区的话 他的容积率又比较高 所以他以商业区来盖 他可以卖出去的 他赚的那个利益是更加惊人的 但是最危险的是说 最后使用的这个责任 假设说政府要罚的话 其实责任是在消费者身上的 要罚钱是罚住的那个人 买房子的那个人 对没有错 因为根据我们都市计划 罚到使用者 所以消费者真的要非常的小心 如果说你去看屋 建商 都是代销或房仲跟你说 这个是工业地 但是没有问题 或是说你去看房屋的时候 他跟你说都是茅培屋 意思就是说没有隔间 你需要自己隔 可是没关系 我们管线都帮你留好了 那那个就十之八九 都是会可能会 之后会陷入危险境地的 就是工业宅 这样子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天下杂志的记者刘光莹 小姐 她们的天下杂志 第542期最新出版的 特别企划报导是 双北市的违法的住宅限行记 讲到的是台北市的大直 美丽华的这个商圈 以及内湖的五期重华区 跟新北市的工业区的违规住宅 其实这个是大家早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刚刚讲到政府蓝绿都有供业 而且是在明代撑腰的情况之下 由建商买进便宜的土地 然后在商业区盖房子 然后盖盖盖盖盖到 就用高价当成住宅卖出去 就这么简单 还把它这个包装成为豪宅 那豪宅之后 大家一起住在那 那这个政府敢不敢罚 罚的情况怎样 你罚有什么用呢 官吟有的时候罚还可以行政诉讼 对不对 是没有错 所以其实我们访问很多政府官员 也发现说 他们其实真的很想要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也就是有时候很难 因为有时候说实在上面 或者说一些明代 他是不希望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可是我们会主张说 与其目前这样放着不管 让他就地合法 其实像新北市 他已经有一些在通盘的检讨 在想说怎么样让这些建商 他们在 如果说真的要做这样的使用 因为都是扩张的关系 有这样的需要的话 是不是要来付一些贷金 或是怎么样去做回馈 让他变更 就他们是违法在先 就是说现在现营的感觉 其实我们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里面 很多都是这样子 就是说违法就地合法化 很多行业都是这样子 你们的这个报道 所发生的冲击 其实中间还在于一个治理单位 他们到底有没有违法的贪毒 或者说这个毒 或者是卸质代 卸贷等等问题 你们所报的这个三大的 这个违规的住宅区 里面有没有发生过任何的弊案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倒是 好像还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掌握到 那个这部分的消息 不过我觉得可以注意的是说 其实因为都是问题先出现 就像您刚讲的那个清静 有点像台北市的清静民宿 这种感觉 其实就是政府在 就是96年的 1996年的时候 那时候就有开放说 住在工业宅的人 你可以用自用住宅的税率 那到了2002年金发会的时候 其实又更一步 在开放了那个都市计划法 说工业区也可以盖 一般的办公大楼 非法合法化 对我们发现说 可能不是说弊案 而是说面对这个 已经出生的问题 政府的态度 他不是去把它阻绝掉 而是我又开了一个门 让可能他们面对了很多的压力 又开了一些门 让你们可以就是偷偷的溜过去 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比弊案更可怕的 就是这个非法合法化 其实非法合法化 也是某种程度的图利某些人 但是其实你的意思 最倒霉的还是买了房子的人最后 对所以我们其实一直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 真的是 我觉得建商是跟政府 其实是最该负责的 为这个历史工业的这个问题 我最后50秒请教你 建商是媒体很大的广告的来源 你们有压力吗 因为我们 你不好的动不怕 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使命感 因为觉得说这样的一个问题 从来没有人敢碰 就是因为这个 这样子的一些关系 可是如果说我们天下杂志不做的话 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人敢做 所以我们有这个使命感 你要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我不是违言耸定 有的时候 某种程度上还会介入暴力 小心一点 对对 现在出门都有保镖 是不是 真的这样 好 我为天下杂志加油 在台湾能够在公平正义 特别是土地使用的公平正义 那更牵涉广泛 那我们希望我们民众的回应 因为现在台湾只能靠人民的力量了 还有媒体的建设 谢谢你 谢谢光影 加油 谢谢你 谢谢 天下杂志 居住正义的保镜 谢谢你